那我们来看这一题 需求下列各式之值 有四个小题 来第一小题 sine 330度 那我就 画图 是我唯一的偏好 来330度呢就是绕一圈 绕一圈是多少 360 然后呢 再把苦回来一点 再退多少回来 360-30 所以这个角呢是30 好 那接着请你做牵直线 那么这一个角 就是我们的参考角 30度的系列 最短是1最长是2 剩下是根号3 在第四项线嘛 所以y是负的 那我把这个三角形翻成正面 翻成正面的意思就是 x在下面 y在 右边 好 这样子呢 同学比较 说比较习惯啦 好 啊你看800遍之后你就会觉得 躺着看站着看 斜躺着看都一样啊 好来 sine 330度 就等于我这里的 2分之 负1 好 那这是可以用画图 那当然你也可以代公式 好 那代公式的话 嗯 我不太确定你们是在哪一个章节 那没关系我也顺便讲讲吧 来sine 330度 我可以把它当作是360度减30度 好那360呢是180的两倍 所以它是整数倍 整数倍sine就不变 照超还是sine 30照超不变 然后呢去判断 330在第四向线 而第四向线的sine值是负的 所以就是负的sine30度 那sine30度是多少 你再不知道我就要哭咯 哦 二分之一 所以就是负二分之一 ok吗 那再来第二小题 cos510度 好那 一样的 一圈360 扣掉之后剩多少 150 所以呢我就是绕一圈 绕一圈之后再多150 好那这边如果是150 这里是不是就是30 好一样的请你画 牵直线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参考三角形 一样请你翻成正面 30度的 12 根号3 有没有 12 根号3 第二向线嘛 所以 根号3是负的 好 来 cos510度 就等于多少 cos cos在这里 所以就是负的二分之 根号3 好那如果要用 广义三角函数 就是用换的 我每次都要把那个章节名称讲出来 有点辛苦 因为基本上 我是属于胡言乱语型的 大家 你如果从我的分测开始上起的话 你可能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可是因为是总复习 所以我有点改不了 改不了这个习惯呀 来 cos510度的话 我可以把它换成cos 360 加150 好 所以呢 用童介甲的观念 它可以当作是150 好 150不够看啊 所以我就用180 再去减30度 那180是整数倍 所以cos不变 30照充 第二项线的cos是正的还负的 负的 所以就是负的二分之 根号3 好来 第三题 secant负210度 好 负的所以是顺时针下去转 180 再多30 所以我的参考角就在这里 啊怎么参考角都是同样的角啦 一点都不好玩 12 负根号3 好 我就不翻哦 可以吧 好 在 secant负210度 所以呢 就是这个参考的三角形 secant是怎么看的 可恶 不翻还是不行呢 sin cos tangent cotangent secant 所以是负根号3分之 嘿嘿 写错了 分之二 好 斜边这里是二 好 那 一样的 来 secant等于 负180度 再减30度 负180是180的整数 所以secant不变 30照超 第几项线 图画出来了吗 第二项线 对不对 那第二项线的secant是正的 还负的 那secant是谁的导数 cos的导数啊 所以cos是负的 那它就是负的 好 好 来 30度 1 2 根号3 secant呢 是 根号3分之2 所以再加一个负号 就这样子 可以吗 来 最后一个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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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ngent 负300度 好 负300度 好 顺时针 负300 那是不是就是差 60度 就要一圈了 来 牵直线 参考角 1 2 根号3 辛苦大家了 来 tangent 负300度 其实呢 就等于 1分之根号3 所以就叫做根号3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 转换 所以呢 它就可以 你可以用同界角啊 加360 对不对 同界角的观念 所以等于tangent 60度 是不是也是一样可以做 好 所以 好啦 我自己很喜欢三角函数 所以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三角函数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囉 我们下期再见